哎呦 这个路太烂了 我发现地方北川这边经常又在修罗 先让货车大哥先走 看像这种路实际是太危险了 又是一个转弯还是一个单向的东西 哇 一把 哇 哇 哈哈 不 花 好 不 moi umi 不 你的 用 天哪没有一道正常的路 崩溃了快 看看这个路 这个路它没有推勤 这个路持久了 我感觉连开都要磨成 在四川骑车就是这样 时不时就来个修路 太崩溃了 就是泥石流 塌方啊 修路啊什么的 感觉每年四川都有好多 好多路都是这样的 来来来吃一个中午饭 没有其他吃的 水的面包 鸡蛋 这个跟早餐一样 随时随地都可以盘起走了 你看这个小孩背了一个小背篓 背了一些菜 那背的皮牌 皮牌啊 哦 来妹妹来 我看看来 好冷感耶 你们住在哪里呢 在山上 住在山上啊 现在是背钱买吗 知道 就是背钱买 哦 好冷感 找了一个有停字的地方 有椅子的地方 睡午觉 啊 骑摩托就是这样子 骑摩托没有什么房车啊 那么舒适 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 比如说今天上午一直都在骑烂路 我们看一下这一栋房子 啊 这一栋 跟一堵墙一样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房间 就这里下面有一个木头楼梯 上去就一个房间 第一次见这么窄的房子 你看这个房子就这么一点厚 只有这一栋是这样的 其他都不是 你看其他都还是正常的那种 这个下面 对它下面是没有位置了 今天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放 还没有修好 今天跟女士姐姐住在这个城墙里面 看这风景还挺好 哇 你看这风景超厚耶 你看像一副花一样 这里像一个花空空一样 就这样 你在花里面 我在花 哇好安逸哦 哇 这个地方真好 风景很好 而且还不怕下雨 这个有顶 看车在画中的感觉 虽然说景区还没有修完 但是卫生间是开放了 水也是有的 哇 简直是完美 之前很多粉丝问我 为什么骑摩托这么辛苦 还要扎帐篷什么 其实你要找合适的电柱会更难 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找得到 特别是在山里面 所以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 风景也挺好的 什么都有的话 这样扎帐篷还是挺舒服的 准备把东西卸下来扎帐篷了 就摘在这里 这个是之前买的水 这里晚上估计会有一点冷 这里海拔应该有 看看现在海拔多少了 现在海拔是2287 这是一包吃的 里面有一些面包和面什么的 今天晚上就煮面吃了 所以今天没有准备菜 你们这是哪里 重庆 重庆 对对对 厉害厉害厉害 哦 omena speeds there 有充气垫子也差不多快充好了 里面还是很暖和的 然后搬这锅 搬帚子的后少 它门,它这个是门 那个拉斯那个是门 门都堆到那边 这个还是挺暖的 我们来做一个面来吃 拿出我们的细油炉 还有套剥 我做了一点 我就这么先回来到这窝来也 你爸会把你手把烧上去了 第一次用的时候都会有点吓人 他的头发都被烧了 把你眉毛都削了 这能一锅自己都传到来了 对家不吃方便 出来吃方便 外面的方便面都要香 外面的方便面都要香一些 野外的方便面才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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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美金 女妻姐姐住那边 那边也比较挡风 我住这里 这里也比较挡风 装备还是不错的 这个睡袋也非常的保暖 所以晚上冷 应该是不会冷 把重要的东西什么头盔呀 包包啊 拿到帐篷里面来 其他的行李就放外面就可以了 感觉外面稍微有点吵 外面的大货车 睡觉了 睡觉了 现在11点钟了 外面其实挺冷的 现在好像是2000多 哎 会不会扑住了 帐篷里面还是挺暖和挺舒服的 好了 晚安 拜拜